很简单啊 你知道看今年年上半年 国民党在立委的提名的初选过程当中 那一段时间一直到七八月 甚至你可以到八月底九月 那个时候的台北市有多少面 国民党候选人跟韩国瑜的合照 不管是看板 不管是各方面的 就那个很简单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 只要你生活在台北市的人 虽然有那么多不同的立委选区 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那些东西 然后现在你看到剩下几面 我不能说一面都没有 但是你一定发现很多被换掉 那刚才讲的赖斯堡其实是这个 然后那个卵巢熊还跑去 在下面拍了一张照片 那这是一国两制 那以前赖斯堡是跟韩国瑜的 尤其初选的时候 就是没有其他的 没有马英九也没有朱立伦 初选的时候 就是韩国瑜跟赖斯堡 后来呢 不过我觉得赖斯堡也算不错 没有把韩国瑜完全丢掉了 像我们那个隧道 那个新开路那个隧道那边 最近我最近没有去看 说加油站那一块啊 对对对对 那一块好像没有换 那一块那一块本来是两个人 后来变成四个人嘛 就是我不能拿掉 我叫家人 然后后来号码出来了以后的赖斯堡 就是这样子的就很少 好像剩下几面而已 大多数的就是他自己 就是上面那一个 对就这张嘛 就这张第一名的 对就剩下一个人了 这是闻山区 先回来看照片 其实照片我个人没有那么重视它 我甚至觉得po这个照片都po太晚了 po太晚了 是就是说那么讲王小姐事件整整已经两三期的事件 那本来是从防止那六百万开始 大概一座看当时也没想到王小姐会讲出一个韩国语 相关资料里面没有韩国语这三个字 任何记者一听到韩国语就知道核弹爆炸 对好那下面的事情其实基本上就是核弹的延续 就用一个小故事好了 我看过一个简讯 那是一个朋友他们的 其实韩国语韩市长今年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也涉及到他的危机处理 他有没有跟他的发言人团队 或者是他的竞选办公室的核心幕僚 很清楚的告诉他说 你会遇到哪些事情 我为什么这么讲 去年他在选高中市市 对不起应该讲前年的时序有点乱掉 2018年选高中市市长的时候 比如说像那时候黄文才的角色 黄文才是专门 坐在那里让他的竞选团队背询 背询什么 就任何他们认为会牵扯到韩国语失德 或者被攻击的对象 但是他们不知道 韩国语到底真实状况怎么样的时候 你就问我黄文才 黄文才可以告诉你所有事情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所有杀伴推演 尤其在2018年那次越到后面 胜选阶劣越大的时候 那个黄文才跟整个决策核心 他是随时要被选的 今年的韩国语还是市长的竞选 有没有这个功能 嗯 嗯